哈哈哈哈哈哈 今世做香港人 死了我都要做香港鬼 帶你暈香港十九區 尋找香港鬼的事 仙人卡 港人講鬼 仙人的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仙人 越來越冷 是嗎?我又不好說 不是吧?你身體好短袖 你看我頸帶筋 又冷又餓 大哥 想吃東西嗎? 很肚餓 拍了整天還沒吃東西 你知不知我帶你們來大埔田村 吃東西嗎? 對 只是說吃東西 喂 這麼好死 是啊 嗯 我生日嗎? 還沒到 好像過了 對 過了 話說這條村 有一間很出名的茶餐廳 是嗎? 那還不走? 但你先聽我講 我們做靈異節目 當然不是飲食節目 講茶餐廳當然是關靈異事 有聽一個靈異的鬼故事 是啊 話說這裏有一間茶餐廳 在裏邊 在大埔田村 有一天 有個人買外賣 去某一個屋園 我們免得說人家的名字 一會兒賣不出 上來低俗找我們就麻煩了 嗯 有個電話說要外賣 要四人份的 有蛋飯家底 牛河 腸粉 這樣 那個 那個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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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是呀 他不是開門給他 叫他放下就行了 然後就開了門 把錢放出來給他 你拿了錢就行了 他對付錢就走了 回到店舖就丟下給老闆 到下班的時候 老闆數錢就說 那些錢就不對 數了幾張陰詩紙 他就火滾了 誰在騙錢 玩東西 玩東西 你拿了錢就塞幾張陰詩紙 在騙錢 只是玩東西 但問來問去都沒有人認 好嗎 因為翌日 又接到那個地方 那個屋院又收到一個命令 說要送外賣 又打來 如是者又是四人份 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他就照樣送去 送去那個地方 又是這樣 又在門口 塞錢出來 然後放下就走了 送完去那一晚 他就這樣回店舖 交給老闆 那一晚又是 欠錢 然後又是有責任詩紙 又是有責任詩紙 又是有責任詩紙 那他老闆就生氣了 你這班人在搞搞鎮 整天都是這樣 那他就不動聲色好 我看看你們有搞甚麼 那 第三天呢 又收到電話 又是那 一樣的電話 一樣的地址 又是一樣的東西寫 是的 那他這次就聰明了 我去 那他去到那個地方 他又是這樣 塞錢出來 他打算在門口裝進去 咦 又裝不到東西 那他就拿了錢 接著呢 就放下東西 就回公司 那他回到茶餐廳 他這次聰明了 把錢一邊就放在這邊 然後零零射射 就找個格 就收到錢 因為他當時數的那些是銀子 就是真錢 這個真錢他另外放在另一家 是的 那到晚上賣帳的時候 混蛋 又是陰獅子 那這次就害怕了 沒有理由 明明是數的那些是真銀子 那我拿了 拿了之後 還要收起來了 一定不會撈亂的 那他呢 他就奇怪 他又打電話報警 說有這樣的事情 那些警察接到 接到這件案子 就去那裡拍門 拍門沒有人拍 後來就破門入屋 嗯 你猜他找到甚麼 就四條死屍躺在地上 死了幾天 還要死了很久 即是這間屋已經臭了 那他當然為了警察 當然是左右旁邊去問他 喂 你知道你旁邊那裡死人嗎 他不是說 那些幾天 經常聽到人在那裡打麻雀 很吵 還越夜越大聲 洗牌的時候 鬼殺那麼吵 那四隻鴨 還在那裡打麻雀 還要叫外賣 是的 那些鬼也會肚子 這件事也不夠恐怖 那你知道 找到死屍 一定要驗屍 驗屍的時候 正常 他們死了幾天 沒有吃過東西 但是湯的肚子 裡面有他們外賣的東西在那裡 我不餓了 我不吃東西了 我打算一陣子 不用了 我飽了 我不吃宵夜肚腩 我不想有肚腩 不過我剛才那裡還沒說完 但是你說 為何那條死屍 吃了 還有那些東西在那裡 應該死了整個星期 是的 但是那些發驗 他拿去發驗 這是這幾天的食物 你看腐化程度也知道 那他們不是鬼魂 不是 不是鬼魂 但是法醫證實了 他死了一個星期 但是他肚子裡 他死了一個星期 但是肚子裡的東西 只是消化了兩天前的東西 那他們不是魂 他們是沒有靈魂的 他打電話叫外賣 然後將東西塞進他的肚子裡 但是沒有咒 又沒有消化 放在肚子裡 不是有消化的 不過說說一下 其實我都想進去證實 是不是有這間 不如走吧 我等你 好嗎 直屎好醜 我們先說完 好嗎 一起進去 好嗎 好 好 很近我家 我先走了 不要啦 先拍完 但是這宗事 第一宗是警察證實是靈魂事件 是啊 因為報了警 是啊 很少的 黑警也做回好事 不過呢 這條片我們拍完 一會兒我們和加密 看看 收了工後有沒有東西吃 是很好笑的 是好鬼想走的 會不會被人投訴 你們兩個人拍些恐怖的事 搞笑 我們笑完回來又繼續恐怖 你說剛剛說那陣白衣 只是穿過你的身體 試過一次穿過我的身體 我們忘記說了 我是先人 還要說我是Carmen 有些可能不知道 第二節回來我們是嘉賓 是嗎 剛才我在片段裡面 很想坐的士走的Carmen 是的 你剛才說 你曾經試過被他穿過你的身體 是的 當時我就去報復一個火情棟 要去上環一個商業大廈 我第一次去 我約了他 因為他叫我六點鐘上去 談完的時候七點多 即是每個辦公室都沒有人 談完我就說 我約了我姐姐 我和我先生一起去 我約了我姐姐吃飯就走了 我就和我先生說 我想去手間 我先生說不如我先去 我說好 我繼續和他在一起聊 我心想 為何要去那麼久呢 是 其實我又很急 又很沒禮貌 如果我說我又走過去 是吧 在那兒等 接著到我先生回來 他一聲音不出 我一見到他 我已經不理他了 因為我太急 我就說 不要趕著 我先去廁所 是 我走去那裡 他在一條走廊的尾椅 那間 我要走回去中間電梯口 先有廁所 是 我一推門進去 他就好像有些抽氣線的光影 打到地上 我是忘記了幾點 即是沒有懷疑 我心想以為 是西斜 西斜在窗後面照下來的地下 那你不奇怪 有那些線 即是那些影 不理了 就照去廁所 接著去廁所 不能走 但我感覺 糟了 為何 好像這麼奇怪的一個空間 即是 那個感覺很奇怪 接著我的頭 就開始 兩邊很緊張 痛 就捏著頭 那我已經覺得 不對勁了 那我心想 鎮定點來 因為不能走 那我走完出來 我害怕到 其實 因為洗手盆是有鏡的 是 我害怕到手都不洗 即走 是啊 我害怕 在鏡子裡 看到我不想見的東西 是 那我立即走 我手都沒有洗 我出去 他的洗手間那裡 要轉彎才轉出走廊 嗯 那我就兩道門 我開完第一道門 開第二道門 接著轉出走廊 直走到尾 就是那個office mark 走走 我突然感覺 我後面 有東西衝 由後面衝去我前面 嗯 我最後整條頸 是 整個頸 背門位 是麻了 嗯 那一下 我是站在那裡 因為那條走廊 只有你一個人過 只有我一個人 嗯 即是很窄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過 不窄的 但是呢 因為整個office 都收工了 沒有人了 那一下是很自然反映 我站在那裡 那條頸硬了 嗯 然後呢 我是看我眼前 看到的 就是有一個白影 好像卡通片 就是想起來好像卡通片 當時害怕到瘋了 是 好像一個卡通片 快鏡跑腳 即是飛的那種 嗯 一下就飛到我 直望的走廊盡頭 那一個office 是 但是我沒有選擇 我手袋在那裡 我一定要走 即你是有意走回去那裡 我一定要走那裡 是 我就是走他旁邊的office 嗯 那我就沒辦法了 其實腳真的震了 真的震了 跑又不敢跑 又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少 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一刻太快來了 然後回到去之後 我就納住手袋 就跟我老公說 走吧 接著老公說 好啊 他回答得很快很奇怪 我老公是零感應的 嗯 接著好 落到樓下 其實我的頸一直硬到沒有停 即是麻了 應該是麻了 連頭都麻了 接著落到街一 落到街一 我就跟我老公說 哇 哇 剛才我在廁所 接著說 行了 不用說 他也是 對 接著我說 做甚麼 接著他說 有事 他零感應的 即是猛到 這裡 他感應到甚麼 他就說 原來為何去了那麼久 原來他肚痛 是 那麼 他肚痛的時候 他說他剛開始的時候 嗯 他說感覺到 整個廁所都是人 就好像走來走去的感覺 哇 但那不是一格廁所來的嗎 他感覺到外面的空間 即是他覺得外面有很多人 對 他覺得外面有很多人 然後旁邊有沖水聲 是 但真的在廁所沒有人 是 接著我先生就 硬著頭皮也要去的 我也說他很厲害 他能去得到 讓我真的離開 是的 他可能本來他零感應 他又沒有說太過甚麼 但他也知道那次 他只是在心想 別管 我點煙的 他跟我說 他只是這樣想 是 接著 我就告訴他 我說你這麼沒義氣的 他不告訴你 知道你告訴我 是的 我說 你知道我 這樣的情形 你當然是告訴我 就是 是的 他又不告訴我 我說 哇 大哥 我曾經穿過我 我那次怕得多重要 那好吧 那時候我已經認識了那個師傅 我當然是打電話給他 那師傅在電話裡 就在哭哭大笑 我說你還在笑 我真的很害怕 他說你坐下喝杯熱茶吧 沒事的 可能你嚇到他而已 所以他離開而已 是這樣的意思 人家開派對 你離開 我說 因為我嫲得很厲害 很害怕的人 我要在上環去中環吃飯 然後坐下喝了一杯熱茶 然後休息一下 這樣就好一點 嗯 之後 想著算 跟這個地方都不會再見 因為我上課不在那個地方 誰知道 即是黑到 上了三個月後之後 那間學校通知外 你要去那裡上課 又去那裡 是 然後我就說 糟了這次 我很害怕 然後我又找那個師傅 師傅就說 你不要害怕 我給你一個法器 你抬起身 他說 我說不行了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如不上課 我只是想不讀 因為課程都要讀兩年 嗯 他說不用怕 他說你 你比法器大 嗯 那都要去 我還介紹了一個朋友 讀這個課程 哇 你也不夠老友 不是不是 我讀過課程而已 哈哈哈哈 我以為他不敢認 所以我不想說 免得嚇到人 怎料他報名之後 他就打給我 他說 嘩 Joanne 那裡有很多小孩 然後我問 嘩 你怎知道 他說 他在等升降機時 他就感覺到 在他前面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在哪裡 在上環 那些需要入中心 很安靜 在咸魚欄附近的那些 是啊 我不知道說名字 行不行 但是那些小孩 在那裡吹吹吹走過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都是晚上的時間 還是七點多 七點多而已 對 七點多 你沒有人在辦公室 就是安靜 那些人都走了 我上次去的 那些辦公室都走了 是呀 只有這間 這麼恐怖 是啊 三個月後 上課 然後 我就帶著法器 然後 誰知道很壞不壞 上課那間 就是我看著他衝進去那間 是呀 原來是宣道會 原來那裡是宣道會 他租了那裡 被人上課 是呀 是不是他經常在念 仲經 那些人都覺得舒服 走到那裡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應該是基督教 宣道會 是呀 是呀 天使教會有會 是呀 我就是這樣知道 是呀 我就說 嘩 這麼厲害 然後我有沒有這麼黑 為什麼又回到這裏上課 但是我就很幸運 打法器之後就沒事 很幸運 是呀 再讀幾個月後就轉到別處 又轉到別處上 我有些想知 衝進去的白影 那是什麼呢 感覺呢 感覺很矮的 好像卡通片那樣 想起 卡通片 一條白煙 在你後面向前衝 即直飆 很快 但是我感覺到他跑的 即他不是飄的 是感覺到他跑的 像你朋友說的 不是小朋友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敢肯定 因為我又沒有看到他實體 但是因為矮 是的 不是很高的 但是我感覺到 他在我背門衝出去 因為我整個頸子都麻煩了 你老公可能更恐怖 他沒有 他只是這樣跟我說而已 但我覺得他沒有義氣 那一刻我很生氣 真是本事同臨了 哈哈哈哈 但剛才你說 你老公 覺得外面很多人的時候 一心在想 不要教我點煙 這一下是什麼意思呢 我認為他 什麼叫點煙呢 我覺得他不敢認的人 他的腦子沒有太多 沒有想太多其他東西 你點煙 當作我喜歡吃的 你不用 撒毀 你多拼來 我想他是最直接的 敲門話給你 廁所不能吃煙 哈哈 廁所不能吃煙 那時禁止了嗎 禁止了 禁止了很多年 十年前左右 十年前 這件事就是我三十多歲之後 撞到的比較實體 是的 因為你感應到 是的 看到有個影子飛過去 但你說感應的會有 但當時會害怕的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說 我看到不害怕 其實我又不是很相信不害怕 說 是的 我真的不是很害怕 我的經歷就是每一次都害怕 那些沒見過 真的很多人說不害怕 其實我又覺得 怎會不害怕 我想起應該是心血少 是的 他嚇一嚇 其實你不是怕甚麼 是嚇一嚇 剛才我們那段影片 是講外賣的 嗯 我有一個客人 也是送外賣 他在旺角做的 因為送對面的堂樓 那些樓很多時候都是那些 一四一的姐姐租 不過那個人又不是的 有一次他又送了合飯 上去那些套房 是的 他又忘了一袋散紙 送上去 總之有零頭要找的 那個人說 其實你齊頭給別人就行了 他好像只得一百元 他又沒有散紙 他又沒有袋 他又開了門 就看到裡面的 看到有個人在房間裝了頭出來 他說我沒有散紙 那怎麼辦 然後那個客人就說 你問問他有沒有 然後那個女生突然說 你說甚麼 你在裡面的那個 你問問他你的朋友有沒有 你不要嚇我 他一開門 他一走出來 我家家家家屋 只有我一個人住 你怎麼會見到一個人在那裡 我剛才明明看到一個人在那裡 他住在那裡 他一個人住 他看到有一個人在房間裝了 他看得很清楚 是一個男人 不過他也不太過 他很喜歡賭馬 輸了三個月 我一段時間身體也很差 不過那個女生一定不是假的 他怕得也不敢回家 走到茶餐廳打電話給朋友 陪他回家上去 收拾東西 不回去住 真的會害怕的 你家裡經常在睡覺 如果他看不到他 他一直都不知道 他會繼續在那裡住 我便會害怕 因為我未結婚之前一個人住 那段時間我完全沒有感應 我便很幸運 好 我們講過後回來 再講 有你無你 做你自己 低俗憤導 我低俗 但我舒服